今天微軟 微軟請人問什麼問題 經常上網看大公司請人問一些很複雜的IQ題 今天微軟給了一個三角形 有一個印度人去見光 不知見什麼IT人的職位 微軟我猜都是這樣 給什麼題目呢 題目不是叫他寫的程式 不是考這些 而是考什麼呢 很簡單 給你一個三角形 他有一個普通三角形 不規則形狀 有幾條邊 寫了多少cm 他就說底檔是6cm 高他又寫6cm 他就說這個三角形面積是多少 這個印度人就心想 這麼簡單 低能 他在這條 想不到微軟 客人的公司就問這麼低能的問題 很有信心 底成高 當然是怎樣 除2 底成高 除2 是636 除2 那是18 然後他就很有自信 跟校官說18 然後校官就搖頭炭氣 他就說錯了 為什麼呢 他就跟他說 你看這幅圖 他就說根本沒有可能的 他就說這個比例上 那個高根根本沒有可能去到6cm 他就說 你覺得他畫出來 他就說 你看一個底 明明是6cm 他說這個高 明明是短了 他說他有什麼可能是6cm 他說你一看就知道 他說就是有錯啦 他說這幅圖根本沒有意到比例畫 他說你得出來的數據是錯的 他說你根本沒有懷疑到這件事 當然你就去計算 然後那個印度人就嘴巴了 就說 哇 誰知道什麼 你叫我計算 他就想著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報紙人就說 他說這個面試題目其實不是考你數學的 不是在考什麼文科仔的那些 他就考什麼呢 他就說考你什麼抗壓能力 他就說 噢 當你發現自己出事了 你會怎樣啊 或者面對壓力下 你會不會立即暴走 你賤我 你陰我 然後就立即發瘋啊 發脾氣啊 怎樣怎樣 他就說這個就是他那個測試目的 不過 如果我正常進去考的話 我都會覺得奇怪 有什麼可能問這麼低能的問題啊 不可能一定是有什麼挑剔 假裝了東西 我想拿間赤讀問一下他 這個是不是根比例 考官 我想問這個三角形 可不可以拿間赤讀 是不是根比例啊 怎樣怎樣怎樣 他說一下我已經動色煽機 然後他說你已經成功挑戰了 我們美遠 歡迎你 又說什麼 又說立即打死這個考官 他不就是不想看到這些 看到一些很容易暴躁的 他就不請了 他就覺得是不應該 要有急財 你說錯了就再計算了 我是嗎 原來是這樣啊 原來高度 原來高度是5 那就6530再隨意 哦 當然是對 答案對啦 耶 然後他就說 怒態度正確 很幼 就是說他肯認壞仔 或者怎樣 他就樂於接受自己錯誤 哦 他說好啊 如指我教 標機立即衝出來 在抱你 Welcome to Microsoft 在抱頭抱頸 立即說 I love you 蛤 肯定是這樣 你怎麼看 有些人問他 他說一加一等於幾 考官 然後他答什麼二 然後你說錯啊 等於黃啊 他就說 划算啦 你都錯啊 他說一加一 誰說一定等於二啊 然後 是不是這樣笑回到考官 他就說 You wrong too 他說 You idiot 你是不是想這樣說 你這個傻子 他就這樣說 One plus one equals to WONG 你後來跟他說 然後就畫給他 這個是中國的字 怎樣怎樣怎樣 總之就是這樣 鬼佬有時候 不過我寧願 就是 問這些問題 也比香港的面試 問什麼白痴問題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缺點啊 他就說 你明知道大家都說謊 說老實話 對 我懶了 跟他說 不喜歡做事 經常會嚴人工低 跟你說這些 老老實實說 你是不是請我啊 逼一個 是考你講謊的 我說得厲害 那你覺得應不應該請呢 你說是不是一個混蛋 一個矛盾問題 你有什麼弱點啊 難道說完 啊 啊 我臭小子啊 專線同事啊 我踩人最喜歡 就是陰的同事 滾到他 然後自己上位 謀潮山位 我最厲害這些 哈哈哈哈 可以跟你說嗎 不是 都是說白痴的 啊 就是 什麼什麼 有些人就沒有什麼太完美啊 什麼什麼太過 仔細啊 追求那些什麼東西 虛偽到爆炸啊 我一問這些問題 很弱智 啊 為什麼要請你 啊 經常問這些 我啊 又是弱智 為什麼要請你 那又是有什麼好答 為什麼要請我 厲害 大哥 我覺得 我是 我夠高利 就覺得要請 大哥 我為什麼要請 你問我原因 你問回我 回頭 我想代你份人工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請你 我想代你份量啊 行嗎 是不是 你那高 哈哈 哈哈 是不是這樣 都不知道有什麼好答 這些 就是很無聊 我寧願回答這些 哦 他說你錯了 抵成高 這一條是不合比例 有什麼好答 回答那些假 鬥說謊 比賽 很無聊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問 心想有什麼好問 問什麼 有沒有準時收工 是不是連連家人工 問這些 基本上沒有什麼好問 但是呢 如果你不問 好像 有些人 有些考官 就說一定 很想你問 就是 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 一些球職指南 有什麼介紹 人家 你建功 最好又要問一些問題 就是 好像 有些小學生 裝乖 那些 表達自己很熱心 不要裝白癡 老師啊 這樣 是不是 地球圓 我們不會 掉下去 一定要故意問 這些人 低難 假裝很關心公司 你們接下來有什麼大計 其實根本 與你無竿 高層級 董事長 那些 關你什麼 你自己做 打一份奴隸 牛一樣 根本沒有理會 我接下來公司 會 怎樣大展拳腳 在歐洲 怎樣怎樣 跟你完全有份 歐洲 沒有 沒有關係 但你問了 那些人就會覺得 好熱心啊 怎樣怎樣 請了才算 是吧 問完都不請 那問來把鬼嗎 大哥 我 我會在你那裡做 那我才要知道 好 我決定請你了 那有什麼 對公司 你自己的職位 有沒有什麼 移民 要做什麼 那我有啊 這些人是我管 這些事情 是不是交給我做 我又有個靈 這個就是我的靈 我的手啊 我的Feed碼是有哪些 那你就要問 我還沒請 我問你把鬼 你也不是請我 我問你 我知道有鬼用 和我的人生已經沒有關係 我問你把鬼 有人覺得 問他們請還是不請 就是 唯一有用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馬上回答我 請還是不請 其他又不用問 廢的問題 我不多問 問他們 你吃了飯 沒有 可以 可以 問他吃了飯 喂 今天吃了飯沒有 吃什麼菜 立不小臣 有什麼興趣 多美女 有什麼興趣 平時有什麼事 好 他說 他問你為什麼 我問你 如果你不請我 我問公司 我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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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機會發展 拍拖 好過 你這麼美女 就問一下 他認識了你 肯定請我 我追了你 一定行 對嗎 這樣說 然後立刻 突然 他立刻 說不出話 又是 這個考官 這樣說 這個人很高 反應超快 他說 是公司一定要請的人才 他就這樣說 肯定不會 大家做夢 香港的那些人 是很搜救 死板 一定要回答一些公式 Model answer 無聊白癡問題 就是那些什麼缺點 你就回答那些白癡 上網找 來來去去 都是那些 還有什麼問題 你會問公司 有什麼問題 我都想不到 完全是 傻傻地 問他三圍幾多 立刻被人告你性騷擾 你不知不請你 他現在報警 立刻叫我 有人性騷擾 我懷疑有個 來面試的性騷擾 麻煩你報警署 他說 吃Q 麻煩你立刻報警署 性騷擾 救命啊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這些 我就說 鬼佬有時候面試 你不要覺得 你可能 你這樣表面看 是不是神經病 但是想下去 你再想一下 你平時面試 是不是更白癡 我寧願問這些 那你就算輸 你也心服後服 哦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也說 我也心服後服 你輸在什麼 沒有問公司問題 我立刻問他 為什麼我沒有問 有什麼好問 大哥做些什麼 有什麼好問 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下次面試會試 不要 我告訴你 你還是老老 不要搞那麼多 你還是抄襲 你共識 這個是 我雖然對這個制度有疑問 但是現階段 我沒有能力去改變 我勸你 等你們 十年之後 你們做了頭馬公司的Feed馬 你們 就靠你們 開始改變 香港的公司 又不准再問 你和人事部 當你做了公司CEO的時候 人事部 你問什麼問題 現在你示範一次 然後 問完一大堆 就問你 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 又不准問 不准迫 那些面試人 問問題 不要說 不要搞那麼多 不要做白癡 不要問人家有什麼缺點 問人家有什麼優點 蛤 挑骨頭 雞蛋女挑骨頭 誰都有缺點 我說你有沒有缺點 我現在問你 人事部 你馬上這樣說 你回答我 當然好 他一說就解僱你 哇 這麼多缺點解僱你 我問你 你怎麼回答 回答白癡 什麼 什麼 太 專心做事 我問我 搞得爆炸 對上司不誠實 馬上說 我已經可以解僱你了 我這句 我已經覺得很危險 我養過說謊的員工 我已經覺得很不安全 我公司已經很嚴重 你想下去 我說的話 還有道理 人事部務 大家都是演戲 你又逼人做 大家都演戲 那何苦要做 你逼人做 把鬼 你說什麼 有些人回答 我的缺點就是沒有缺點 不過這個好像是不能回答的 沒有什麼 我想不到 太自大了 一定要隨便找些東西 你一定要選一些 芝麻綠豆的東西 我身體不好 我會回答這些 我會比較容易感冒 我會回答這些 當然你可以順利成章請鼻狗 我當時有 我也跟你說過 很容易感冒 你自己不相信 怎樣怎樣 哈哈 有些人說 一個農場 有雞和鴨 雞的腳 有44隻 鴨的腳 比雞多十多隻 當然是問農場 雞和鴨中國有多少隻 問人自報的人 5秒內作答 5 4 3 2 1 0 叮噹叮噹 答錯了 哈哈 你可以笑他 就是這樣 好嗎 大 有些人